我们试图分析一下美国抗疫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失败 第一 美国自由人 人的散漫 自由散漫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二 美国的制度问题 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划分的不清晰 以及相互撤批 相互甩货 三 放弃了低端制造业 美国的护口罩等医疗用品完全依赖进口 四 美国的政策上的大义是金种 没有重视这件事情 要主观 主观随意 六 五 美国大统领 大统领的领导力缺失 最重要的下面的人不听这个大统领的 大统领只能下指挥了 六 美国的地德利益阶层不愿意 因为新冠疫情而停止经济活动 商业活动 宁愿要经济 不要抵送人的生命 六大 理由 感谢 摆误 清冲 好好 Mỹ 螃質 立起 乱 证 Super нами 脖 操